子晨, 找到了你 是 現在給你一條問題 如果你收到這樣的信件 你會覺得發生什麼事, 怎麼處理 我真的覺得不奇怪 因為我自己本身做電台 我們經常收到聽眾來信 老實說, 我真的收到一些負責 一收到, 我第一個想法就是被人證盤 會不會是聽眾不知道做什麼貴的事 就是那類的 那就馬上拿回家 但你看得明白是什麼 拿回家就躲在桌面 拿回家就躲在桌面, 又想買什麼 你覺得是… 問女兒 問我 中文字差不多這樣 又想買東西, 練也練得不好 多讀書吧, 死女兒 跟個 forums Karmy 阿子誠 怎麼樣 如果真的有一個外星人去找你 不勾仰, 女兒是女兒 Pat controller 可能先決條件,兒子還是女子 女子… 女子 美麗女女 我也不介意跟她聊幾句 她告訴你她是外星人 現在你找你,你怎樣才相信 我首先會第一個反應 可能是騙你,美麗女女 但說是外星人 你的意圖是甚麼 反而你戒心… 醜一點,我已經刪了門 外星… 如果你說自己是外星人 你的樣子已經不接近了 我的外星人停留在ET 你有甚麼證明你是外星人 就要看看你有沒有超能力 例如你用手指指著 你的手指頭會有光出來 這麼多集,沒有一隻東西是這樣的 你沒有這東西 你一定要有另一件事告訴我 是,找一件事 對,立刻,這樣就行了 如果真的這樣… 上來的船玩一下 如果這樣,我就真的跟你上去 其實真的有 今天我們要說的是羽魔星人 羽魔星人是好人 他們是幫助我們地球解放 其中一個派系的種族 亦叫做阿斯塔指揮部 阿斯塔指揮部是人嗎 其實阿斯塔指揮部是他們的名字 而羽魔星人是他們星球的名字 是整個部門,怎樣也像 對… 是部門的種族 一個部門 而且是很好的幫助我們 我聽過 但他們的好處不是自己要來找你 我聽過一個 是因為地球人找他們 他們才來的 大約1930年 好像俄羅斯在製造無線電 在炎鑑無線電時射到一條太空 之後他們收到 但十多年後就來找我們 就是羽魔星人 這是其中一個傳聞 是 另外一個真實的答案 就是其實在1945年 美國放了原子彈在日本的時候 他們的震動頻率 觸發到整個宇宙 在宇宙裡著了警號 很多正面外星人找 為何會有這麼奇怪的爆炸震動 佔心有震味 這些普遍的東西 他們就去找 誰知道找到地球 原來我們的地球被封鎖了 他們無法偵察 這個地方明明沒有東西 為何會有這麼奇怪的震動 會影響宇宙的圍道 他們就開始去探索 很多不同派系的外星人 其中一個就是羽魔星人 這是我最相信的一個說法 接著進一步的情況是怎樣 究竟怎樣來 他們派了三艘飛船 就由他們的銀行系 開了一個星門 來到我們這個宇宙的銀行系 然後進入了我們的太陽系 他就不是馬上來地球 他在太陽系外圍繞了一個圈 先視察一下環境 因為怕危險 他探索到原來除了他們之外 也有很多不同的外星文明 就由紫荊去探索地球 這個圖是否他們坐的飛船 這就是他們坐的飛船 我看到3D眼鏡 這是他們設計的… 負似在戲院 網上,終於Urbo的研究 拿了他們的資訊去畫這個圖 解釋裡面的結構 即是切開了的 對,切開了結構 你看到表面是薄、很輕、很硬的金屬 然後這一層就是磁控室 就是控制磁力 令到飛船飛 而給電就是能量倉 把能量給磁控室 令到飛船飛 中間有一層液態的壓縮體 令到它減陣 減陣的是一些高壓的液體 而中間這一塊 就是他們的駕駛倉 這個駕駛倉裡面有它的引力牆 令到它飛的時候 就算飛到360度,倒轉 它也不會讓它有跌或有充力 但現在它只是橫切面 但如果你把它整架 就像我們平時所謂認識 看到那種… 就是飛碟 這樣的飛碟 即是最傳統的那種 對… 最傳統的那種 這樣想起來其實也會混合 如果我們說大約1930年那段時間 或者第一個原子彈 就是1945年 是的,那麼我們開始1950年代 就多了看到飛行物體 它來的時候就剛剛好1950年 因為它飛過來的時候 是要經過一些星門 用了它們的速度 也要去到六個月的地球時間 才來到我們這個太陽系 所以它搞得來 可能已經由1945年偵測到之後 在它們的政府派它們來的時候 而它來探索了可能一年 都已經經歷了可能幾年時間 來到的時候可能是1949、1950年 它們經過幾年的時間 才來到地球 然後它發現地球是這樣的之後 它們究竟走了還是留在這裡 其實它派了四男兩女 就來了我們地球 發覺一條小村莊 留在這裡 是 那你說一說,我又收到資料 我側聞當年有個報道 就是有一位法國記者 事後繼續深入調查這件事 結果發覺那一帶的居民 很多衣服不見了 那你會聯想到甚麼 會否聯想到 他們可能有人的外貌 但也需要衣服的 你沒理由不穿我們衣服 會否被人認得 會否是他們來了那個地方 然後偷了他們的衣服來穿 就是他們等於我們平時看電影 例如古裝穿越戲 如果你是一個古裝人 你來了我們現代 或者我們現代人 去了我們古代 都要去拿去偷當時的衣服 不然就會很羊、很怪 他們當時在法國小村莊 拿了一些市民的衣服、帽子、鞋子 去穿 去掩飾了它 因為他們本身穿的那套 是一些銀藍的緊身衣 是一些保護衣 亦會發光 所以他們一定會偷那些衣服 或長衣去遮蓋他們 但他們的外貌 真的跟北歐人沒有分別 又是藍眼睛、金毛 本身的外貌就是這樣 他本身是嗎 本身是一個星球 他們本身自己… 那套緊身衣 就是用來駕駛UFO的時候才穿的 平時有沒有甚麼時裝 還是不穿衣服還是怎樣 這件事他沒有交代過 但以我理解 他們的生活 跟我們地球人很相似 而他們的星球裏面 都是有海洋、陸地的 他們的海洋的比例 是62%是海洋 48%是陸地 那也很同意 最誇張的一件事是甚麼 他們是有兩個太陽 都是有太陽去維生的 他們都有種植的 他們都有農耕 而他們除了… 不是,我不是笑他們荒謬 而是我說他們兩個太陽 他們很可憐 我們一個太陽 現在的熱度感人幾乎 兩個太陽 你想想一想 所以… 八百多度 大哥 所以你的想法是對的 因為他們的科技是先進 但他們是很辛苦的 他們說整天是火山爆發的 而他們的屋子 日頭時會鑽進地底 即是會升降 會降落地底 然後晚上會升上來 吸收太陽能 晚上還會吸收太陽能嗎 是 吸收一些光能 可能這麼強身 很猛 是的 所以其實我們有圖可以看看 這就是我們剛才所說 它升降的類似一些建築物 它的建築物 是的 可能他們的屋子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會在晚上的時候 會升上來 可能它晚上也會有光 因為它亮著太陽 不會我們日出日落 可能兩個日出兩個日落 但可能是不同時間日出 不同時間日落 最偏離他們照明的地方 他們就會升上來 而他們太猛的時候就會下去 所以其實我們地球 是一個很幸福 很有福氣的星球 所以我們一定要珍惜我們的資源 我簡直聽過一個關於乳魔人的 我也不知道看還是留意 挺有趣的 看就不能讓你們看 但有得聽 也好 這段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還是要問Tucky 是乳魔人 說話 不是那麼短了嗎 聽到跟你說多長 你還是不明白 其實… 你有聽過嗎 我有聽過 其實它本身為何會有電子的聲音 原因是因為他們的聲球 很多時候都是用心靈感應溝通 而他們的聲帶已經退化了 來到我們這個圍道的聲球 他要配合我們的時候 他就要安裝電子聲帶在他們的喉嚨 就要說一些語言 就要靠這個… 用底層次的方法跟你溝通 對 鼻嗚嗚嗚 對,很多鼻音很重 帶你五百萬 就是這樣 正確就是這樣 你以前可以看 其實他也是拿著這件東西 對,這件東西 正確就是那件 即是喜劇發生了 可能就是這個… 他真的是這樣 可能這個聲帶就是他們發明 然後讓我們地球人參考 我們用的 真的可能出席 有點牽連的 inspired by 魚魔人 帶你五百萬 魚魔人教的 對我們來說水浩性不大 現在可以怎樣也做出來了 是 回來後,Tucky給他一些再有說服性 好 好,今天我們說的是語魔性人 是 我關切的不一定是語魔性人 而我關切他們是不是好人 你又告訴我他是好人 不如我們就聊一下 究竟他做過什麼好事 知道他是好人 當時在1950年的時候 他會寄了很多信件 給不同城市、不同國家的人 他的信件裡面 全部都是外星文 是 也有很多圖 也有很多關於科技 或者可能關於他們的星球 或者可能關於他們的生活 每一封信寄出去都是說不同的內容 但我之前聽說 不知道是否他們主要來 好像有一個信息 或者是想完成一件事的 就是好玩的那些群舞 是不是這樣 他的信息也是這些東西 他的信息其實就是有關於 叫我們不要再用群舞 就是要我們追求和平 追求靈性和愛 也是搞了我們很多資源 無眼能源、科技的圖 很多東西 對 但當時真的沒有人明白 也可能有人當作我作劇 因為在很多不同的小鎮 真的收到這些信的人 有很多的 他寄了我想超過以千計 都是類似的格局格式 我怎知道是同一批信 因為他本身 就因為有一個叫他們的王字 你看到那封信 它有一個蓋印 蓋印就是他們 像我們中國平時擁有的蓋章 這代表他們的星球 類似國旗、標誌、國徽 一個橫著的我們漢字的王字 但他寄了一千封嗎 我想寄了幾千封 幾千封?那不就很少 我選民登記,我寄了確保 是不是?每一戶都寄了 為甚麼是省紙還是甚麼 幾千封很少而已,師傅 如果你想讓人知道 因為他們人手有限 他們只有這麼少人 最初他們只有四男兩女 現在發展到達到200人 可能在80年代時 已經開始掌握了地球的文化 之後再說一些圖片 一些資訊給我們地球人知道 你怎知道他是羽魔星人紀理的信 其他星球也不行 其他人是其他人 因為在30年後 1980年代時 他已經掌握了地球的文化、文字 他們用了地球的文字 寄了一些信給不同城市的人 就是告訴他們他是羽魔星人 地球的文字意思是 他用了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語言 我覺得來在一點 以他的科技 我們現在也有些應用程式 你想說人文,你不懂得說 你就這樣… 直接… 直接給你聽就已經可以了 而我們現在的科技 也遠遠應該低於他當時的科技 很多億萬倍 對嗎?他也能飛過來 沒錯 我覺得他應該是一分鐘 一分鐘?他不會要人手寫 30年後才能研究 我跟你也有相同的想法 合理懷疑 沒錯 但主要真實的原因… 理性分析,真實的原因 你咬死他,真實的原因 你咬死他 我有些人覺得羽魔星人 真的有點堅困 為甚麼?叫我們不要用核武 但寫信給平民 那是否有些對牛彈琴 平民跟核武的關係很遠 為甚麼他不嘗試說 政府… 即是京東叫平民不要種核武 你當然是跟政府說 其實他除了寄信給平民之外 他在1952年都飛到白宮上空 然後落到白宮 跟當時的羅斯福總統開會 叫他們放棄核武 會給他很多無限的能源 資源他們的科技 但被美國政府拒絕了 他讓小夫人掌聲一步 小夫人在1940年的時候 跟羅斯福總統簽了一些條約 就是將我們人類和一些生物的DNA 給他們研究 而再給一些所謂的高科技 其實是一些很少的科技 其實跟遠波斯人比的科技 是差天共地的 我們又回到灰 不要看那些灰人 不,小灰人是奸的 不要看那些灰人 不行,這樣說 不要 保住,你有沒有看過那群好人 去白宮那條片 這條片你不是喜歡研究UFO 你也應該要看的 很有趣的就是這條 原來就是《雨魔星人》 這條片當年也沒有人知道 是《雨魔星人》 它是1952年 1952年 7月12日 又不是一次 誰打這些 當年新聞報道報出來 說真的,現在很多探討UFO的片 都很多用這條片 我還知道這條片有一個後續 說當時美軍是有另外再派的 不知道是直升機還是… 是升機 還是跟著他們 一跟著就… 是 全都沒有了 很短的時間消失 不是用很高的速度走 是消失,有這樣的後續 這件事是很見的 那你真是… 你覺得怎樣 這條片你能否說服得到 其實整件事有點無本動 是嗎? 因為挺真實的 都說如果你現在2022年給我看這條片 我一定會說後面是無人機 但是1952年的時候 那時科技應該未有這件事發生 那可信程度又真的挺高 為甚麼做不到那個效果出來 那個連絡 還有那些甚麼假片大拆解那些 沒有人說是假的 即是假不了的 假不了 而且這段片在當年 其實在新聞報道已經拍了出來 其實美國政府還可以隱藏 說現在你們還不需要UFO 但已經拍了十多架 這些光點就是我平時看到UFO的光點 但其實黎現在又帶了另一個問題 經常說要隱藏 如果要隱藏,報道也不允許出 我又出了一個新聞報道 又好像想讓你知道 又不讓你知道 其實它矛盾的 因為它被人拍了出來 但現在又說沒有 是很矛盾的 那好吧,我被政府拒絕了 他們放棄了 之後他們沒有放棄 他們直接聯絡了我們地球裡 裡面那些比較正派的波學家 一些發明家 是給他們一些訊息 給他們一些資訊 令他們走一些正確的道路 不要再發展核武 即是政府不幫 就是希望發明家頂尖 要他們做一些事情 還有甚麼跡象顯示 令我們相信這些圖片是… 這個就是他那個羽魔星人 在1960年開始被平民拍到的 當時也沒有人知道他是羽魔星人 就是信件裡的蓋印印章 就告訴他他們是羽魔星人記的信 然後在1960年拍的照片 就是他們的飛碟底 特意讓你看到他們羽魔星人的 類似郭輝 黃字 有很多張 周圍出現 周圍出現 這些地方應該像歐洲 有些古堡 這些可能是瑞士的山頭 所以當時在1960年 他們還未解開信言 但他們被人拍到這些飛碟 是他們的飛船 而1980年後解釋到的時候 再放一些照片出來研究 原來終於知道 他們是來幫助地球的羽魔星人 而且他不是一個人影門 他在不同城市、不同的位置被人捕捉 然後在網上可能被人搜尋到 現在就在這裡公開了 讓我們知道 但如果說剛才白宮的影片 又不會很假的時候 這輯照片你自成覺得是嗎 我覺得明顯了一點 穿高的衣服被人看見一個肚腩 是否太清晰 這件事太明顯了 當年除了正派外星人的飛船來地球 另外有一群負面的外星人 就是小夫人 他們做一些很邪惡的事 就嫁禍了給他們 那怎樣嫁禍呢 很多時候你有聽過 他們的飛船會吸走牛嗎 有… 吸走人也有,綁架人也有 我想在這裡告訴大家 其實綁架人類和綁架牛 全部都是負面的外星人 因為可能他們覺得牛的DNA 是最接近他們的星球的人 即是負面的外星人 所以經常在農場裡面 每個農場一級四五隻 他們一年裡沒有幾千隻牛 因為當年人們不知道 有哪些派系的外星人來地球 有一部分是令我們害怕了外星人 早前幾十年經常會說被人綁架 其實被人綁架的那些全都是小灰人 有些記錄就是 有些女生被人吸上去 就會有一枝類似長的針插進她的肚子裡 是拿了她的卵子 去做她們的複製 或者可能配種和她們混合 另外吸著藍是吸著藍的精子 他們曾經做過這些事情 就是被一些平民百姓說出來 就說做過這些事情 而令到我們為何人類那麼害怕外星人 其實我想說 我們一定要相信 現在天空上的光點 是正面外星人 我們的意識會覺得他們是幫助我們 我們集體要懂得改變 他們就會容易降落 直接跟我們人類溝通 直接幫助我們 我們就這樣想 看看網民怎麼想 有些人都很贊成 其實現在出來幫人類最好 大部份人都經過電影和網絡 對外星有一定理解 對 沒錯 現在因為我們接觸的表面 闊了 比她說服的程度高了 對 起碼有個擊打底 不會完全… 即是四幾五幾 我完全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甚麼事 還有我想補充一下 在正面外星人現在的訊息說 我們在電影和網絡中分了兩派的人 一派就是正面外星人 給予一些正面的符號 改變我們的集體意識 一派就是光明會的人 用一些圖像符號去影響我們 或者一些劇情影響我們 令我們不相信正面的東西 或者可能是嚇我們外星人 就是這樣 她有說 當時的通訊落後 她說外星人真是貼心 摺小地氣、寄信 根本要交匹有 她幫她解釋到 很貼心 沒錯 沒錯 這也是其中一個 是Tucky說的時刻 她說是有疑點的 如果半世紀的時候 已經有這麼清晰的 黃的UFO照片 為甚麼還要有爭議 仍然存在UFO的爭議 她這裡的理解是 她覺得相片都是假的 她覺得 但你也是這樣理解的 就是要你們覺得沒有 是否這樣想 我覺得美國政府特意隱藏這個秘密 然後就先說這些真相是假的 但她假到連我們白宮那段影片 都已經證實了 沒人說 沒得假的 她還可以在2022年開會 去研究有沒有UFO 然後那些眾議員 還要跟我們平民百姓說 還在華爾街調 你想想整件事是多麼吊詭 Tucky應該還有很多關於 乳魔星人的故事 還沒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下集就繼續看看 是否真的… 哪裡都有… 很愛星人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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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